金曲歌王王洪恩回到台东盐平老家在森林博物馆会走路的树下发表新歌 记者王秀亭社 记者王秀亭台东报道 金曲歌王不农族歌手王洪恩今天回到老家台东线盐平乡 选在森林博物馆会走路的树林印下发表睽違四年的全新创作专辑 受邀族人歌迷享受一场森林音乐浴 会走路的树形成了一个天然的舞台 成为王洪恩发表新歌的好地方 记者王秀亭社 布农族歌手王洪恩将新歌唱给族人听部落其老爷唱传统鼓调回应 记者王秀亭社 在盐平乡鸾山武林永康等三个部落长辈的传统鼓调后 王洪恩唱出会走路的树水往上流等新歌 不仅歌迷随歌曲节拍摆动身体 就连想长部落其老门也跟着动起来 王洪恩说 先让家人族人这块生长的土地聆听得到认同与祝福后 再带着祝福出发 记者王秀亭社 王洪恩表示 唱歌十余年 选在叔叔大马 森林博物馆会走路的树下发表新歌 从音响发电机搬运到部落动员 曾让自己一度犹豫想放弃 在情感驱使下终于克服困难 王洪恩指出 新专辑有六首传统鼓调 八首自己的创作 这次一改鼓条老是变成陪衬 装饰被牺牲的角色 而是让他完整独立呈现 由颜平香三个部落的七老唱出完整的祈祷小米丰收歌等曲 并试图在鼓调中结合新创 尽量做到不为悍不冲突 可以把情感从千年跨越过来 对 所以 对 对